管这个的 有一天很奇怪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朋友就说 昨天晚上上海城隍庙 城隍送一批生死部过来 人还没有死 民策已经送去了 送到苏州城隍庙 在我们人世间 上海是特别是很大的 但是在阴间 上海的城隍地位很小 是个县长而已 苏州是都城隍 苏州好像是个神 神长一样 上海的县长 他们的公文送到神里面来 他翻了一翻 翻了一翻觉得很奇怪 这个名字都是四个字五个字 而一本都是 很疑惑 所以他就跟祝老谈这个事情 都想不出来 中国人的名字最多是四个字的 父姓 但是不可能 这么多人死的时候 全是这些父姓的 这不可能 怎么想都想不到 三个月之后 1284变 他们才恍然大 知道什么 日本人的名字 日本人该在这个战阅里的死亡的 名单 三个月之前 已经送到苏州 渡城隍那去 没有一个冤枉死的 为什么会造狠死呢 造作不善的原因 所以什么样的夜阴呢 干什么样的果报 丝毫不善 哪里会违背因果律 好 好 好